从许璐瑶半决赛替补上场看江苏对年轻球员的培养。 首场半决赛打完之后,各种评论不断,有为天津隐员正一心较好的,有为杜青青为什么在李莹赢下场后不上场表示不解的。 有不少人认为江苏输球和江苏大主没有合适的人选有关的,但更多的人对没有引人的江苏队的硬实力开始认可了,之前狂妄知己的人叫肖天津9比0拿下江苏的人销声匿迹了,大家对江苏队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年轻球员能够打仗比赛,成为主力感到欣喜。 江苏队在半数主力退役后,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新奥交替是十分让人惊讶的。 今年联赛周心意、魏宇钦、吴涵、桑倩倩、倪非凡都是场上的主力队员和主要的轮换队员,而许璐瑶在前面的比赛中偶有上场,但在半决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中替补上场,不得不在这儿为蔡导点个赞,江苏队年轻球员的培养已经走在了全国的潜力。 半决赛首场比赛许璐瑶替补上场打了一局多,但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。 这个秘密武器提前用上了,但的确是可用之人,比赛中他有一球在副弓跑动掩护下的后二进攻令人印象深刻。 现在用比赛统计数据来看看几个主攻的表现,许璐瑶十六扣七中二失误一蓝网共得8分,进攻成功率44%,进攻有效率31%,对比一下天津外援小主攻, 27扣十中二失误一蓝网共10分,进攻成功率37%,进攻有效率29.6%,在抗米莹莹,56扣23中八失误三倍蓝,进攻成功率41%,进攻有效率21.4%, 仅仅仅从这场比赛看,小许打主攻的进攻效率要好过天津的二个主攻。 一个新人首次在联赛半决赛替补上场打得并不拘束,虽然发球失误了三个,但接了八个一传,尽管到位率还不太高但至少没有一传失误。 看看天津队有培养年轻人吗?由于演员18岁的王毅竹被排除在14人名单之外了。 而江苏队01年的尼非凡已经是常用的自由人,零年的许璐瑶也在14人名单上并随时会替补上场打大主攻。 江苏女排在争取好成绩的同时,尽量培养青年球员,为国家队输送人才。 在清迅方面,江苏、山东、辽宁等省已走在前面,而天津、上海、北京等市则以锦标为目标。 小小许、小非凡,已开始入争容,下面还有孙燕、吴孟杰等人。 若干延后,以小宇为首的江苏女排的主力框架开始露出端倪。 看看二队在年轻人的培养上采取的不同做法,孰对孰错,我们不知道,但01年的尼非凡由于联赛表现出色也进入了国家级训队了,许璐瑶也是郎导曾经带到国家队培训过的年轻人。 江苏不引员,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比赛机会,在这种联赛半决赛的重要比赛中得到了锻炼,这对年轻球员的成长十分重要。 这样的江苏队将在今后二年成为联赛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,而二年后的全运会将是他们再次夺冠的时候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?